大家好,我是Elizabeth Body医生,我在CTL Hope学科工作。 我今天和大家沟通,是为了向您汇报我们对COVID-19大流行的持续应对的最新情况, 以及我们为维持安全和最高标准的医疗服务所做的工作。 毫无疑问,您和其他许多人一样,可能会变得对社交隔离,以及其他阻止COVID-19措施的感到有些厌倦。 而且,随着一些限制的解除,我们大家都渴望恢复我们的日常活动。 但是,当我们努力寻找新的常态时,作为病患和看护者,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,这一点很重要。 我们可以预见COVID-19以及为保护我们而采取的安全措施,至少持续到明年。 在CTL Hope,我们认识到,这是一个会给我们的病患以及亲人造成极大混乱、压力和恐惧的时期。 而且,我们也知道,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,大部分地区处于停止的状态,癌症并没有消失。 和以往一样,我们在这里和您一起共同面对这一现实。 未经您的医生核准,请勿延迟任何必要的护理和治疗。 也请勿延迟定期的癌症删减或者重要检查,这一点很重要。 我想向您保证,CTL Hope是您继续接受癌症治疗的安全场所。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最高级别的感染预防标准。 不仅可以保护我们最脆弱的病患,而且也可以保护那些进行例行水访的病患。 我们维持感到治好。 在我们已经十分严格的条款中,我们增加了额外的COVID-19安全措施, 包括对所有病患和员工进行发热或其他症状的删减。 要求持续戴口罩,为工作人员提供眼睛保护罩,并遵守我们的禁止探访政策。 我们有COVID-19测试,我们的患者和工作人员的阳性结果率很低。 我们对所有病患在入院前进行测试,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在我们医院里出现COVID-19阳性的患者。 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病患提供各种形式的治疗。 我们的所有病患仍然可以接受内科、外科、放射疗法以及参加到最新的临床试验。 目前,我们将继续提供最复杂的癌症治疗服务,并同时采取对COVID-19的预防措施。 例如,对需要干细胞移植的病人,在进行移植之前,我们将对捐献者和病人进行COVID-19测试。 这不仅有助于保存获得最成功的移植机会,而且有助于为我们的病患以及家人换出一种自信心。 遗憾的是,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COVID-19在可预解的未来将成为我们现实的一部分。 我们必须积极地保护自己和亲人。 但是请记住,我们将和您一起共同应对这一局面。 在CTIA后,成千上万的医生、护士、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组成了您的团队,我们对您的承诺坚定不移。 感谢您的观看,下次再见,请保持健康,随时与我们联络。